- 嗨,我是孫清岳 之前介绍过了非常多厉害的畅销漫画家 这些漫画家不只在漫画界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同时他们也都是亿万富翁赚了非常多的钱 而之前介绍过的这些漫画家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通通都是男性 那代表只有男性化得出畅销漫画吗? 完全不是 只是因为现阶段的大环境生态是如此 刚好最近也有人问我 有没有非常畅销的女漫画家呢? 答案是有的 今天要介绍的漫画家在漫画界可以称为传说 他所创造的记录不只是男性 这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可以办得到 他就是漫画界的女王 高桥留美子 今天我们来聊聊他的故事 高桥留美子于1957年的10月10日 出生于日本新泄县的新泄市 家庭成员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两个哥哥 他们家是医生世家 他的曾祖父是医生 父亲也是医生 他的大哥后来也当了医生 算是一个小康的家庭 家里环境相当不错 他们家位于繁华的闹区中 房子旁边的道路 充满了流树 邻居还是情失一几一几 生活氛围可以说非常典牙 高桥留美子 小时候个性相当内向 非常不喜欢出去玩 尤其每当天气冷时 他就会动都不想动 连门都不想踏出一步 也因为这样 他老是待在家里 导致他跟周遭的邻居小朋友都不熟 跟同学也都没什么互动 可以说从小就有当宅宅的潜力 他的父母因为不想要看高桥留美子 一直宅在家 经常叫他去外面玩 不过身为一个宅宅 当然是不会出门的 无论父母说什么 高桥留美子总是待在家里 并且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房间里画图 有一天 高桥留美子又在家里画图 他的大哥经过他身边 仔细地看了一看后 便对高桥留美子说了一句 画漫画吧 当时大哥还传授了一堆奇怪的漫画诀窍 让高桥留美子完全傻眼 一句都听不懂 不过呢这是从出生以来第一次有人鼓励他画漫画 这句短短的话语 画漫画吧 悄悄地深埋在他的心底 而由于从小就接受传统式的家庭教育 虽然家里环境不错 也有零用钱可以拿 但高桥留美子从小就有节俭的观念 小朋友们总是想要买一些新玩具新衣服 但是他对于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都会把自己的零用钱一点一点的存起来 直到小学六年级 他才开始愿意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漫画 喜欢画图的他在当时非常沉迷于漫画 他尤其喜欢治宗伯洛夫 手种治宗与藤子伯洛雄的漫画 可以说完完全全地沉浸在漫画的世界里 不过也因为没有其他的物欲 他几乎把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在漫画上了 这让他的父母有些不开心 不过也觉得孩子还小 喜欢看一点漫画应该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但父母们完全无法想象 高桥留美子对于漫画的爱有多浓烈 时间来到1970年 高桥留美子升上国中 虽然一样热爱漫画 但与刻板印象不同的是 高桥留美子并不习惯于看少女漫画 他反而非常热衷少年漫画 无论是棒球类型 柔道类型 竞技类型 这种看似男孩子才爱的主题 都是他的最爱 尤其当时的《少年漫画周刊》 有一位作者影响他非常多 这个漫画家就是 《池上疗医》 池上疗医是日本漫画界的大前辈 他的漫画对于后代影响非常大 是偏向写实细腻风格的漫画家 甚至他的漫画在当时影响了许多港漫的大师 也渐渐演变成一套港漫的风格 而高桥留美子便成为了 池上疗医的忠实粉丝 也因为在这时看了大量的少年漫画作品 让高桥留美子的个性 变得比较外向调皮 同时 他也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漫画 1973年 高桥留美子升上高中 高中生活让人兴奋的一环 当然就是社团 不过很可惜 高桥留美子所读的高中 并没有关于漫画的社团 正如许多青春偶像剧一样 他与几个好友成立了漫画研究社 其中有一位社员叫静腾杨子 后来也成为了漫画家 而这些喜欢漫画的人聚在一起 不只讨论漫画 磨练记忆 他们也会做一些无厘头的有趣事情 例如学校文化季的时候 他们代表漫延社设计了钢板刻印 用池上疗医的蜘蛛人为原型 制作了印刷品 并且拿着那个东西到处问别人 怎么样 做得如何 做得如何啊 调皮的高桥留美子 也在这段时间发表了一部恶搞短片 《虚承之心》 这部短片是以当时的人气漫画巨人之心为题材 不过虽然是以巨人队为主咒 漫画的结尾处却写上了 今年一定是板神获胜 原因是高桥留美子是板神队的死忠求迷 对高桥留美子来说 这是一段愉快又充实的时光 就这样 时间来到1975年 就读高中后年纪的他 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决定进行人生第一次的投稿 当时他也喜欢同情康隆的科幻小说 所以用了科幻为主题 并且临摹了池上聊一的画风 创作了一篇具有少年风格的短片科幻漫画 自信满满的他 当然要选择少年漫画杂志的王者去投稿 1970年代的漫画杂志龙头 并不是结音社的周刊少年Jump 而是讲坛社的周刊少年Magazine 新闻的高桥留美子怀抱憧憬的心情 将自己的心血投稿到了周刊少年Magazine 但是完全没有下文 于是他又继续创作了一部短片再次投稿 依旧没有下文 而不放弃的他又接着不断的话 不断的投稿 等到回过神时 才发现自己已经投了多达40多页的短片了 可是对方仍然一个回应都没有 这使得高桥留美子深受打击 怀念书的他功课非常烂 尤其是数学甚至经常拿零分 能够让自己感到自豪的 就只剩下漫画了 但现在连漫画都不被认同 就像否定了自己的生存意义一样 我是不是不应该再画漫画了 一个放弃的声音 在他的心中悄悄的浮现 而这时他的父母也早已看不惯高桥留美子 把太多时间花在漫画上 马上看准时机 力劝高桥留美子多花点时间念书 并且鼓励他去东京念大学 于是高三那年 高桥留美子暂时把漫画放在一边 非常努力地用功念书 而经过了一番努力 最终他也如父母期望地 考上了东京的日本女子大学 1976年 高桥留美子正式成为大学生 并前往东京生活 他在东京的中野区 租了一间小小的公寓 虽然世间不怎样的小房间 不过月租竟然高达五万五千日元 在70年代的日本 五万五千元的房租 可说是非常高的金额 幸好家里经济状况并不差 父母也是大力的金额 所以并没有对高桥留美子 造成太大的负担 而这座公寓里 也住着各式各样奇怪的人 因为当时并没有手机 有些房客会使用对讲机 与另一个房客聊天 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由于隔音不好 高桥留美子经常觉得他们很烦 但对于第一次住在外面的他来说 这也是一个新奇又有趣的环境 很快的开学典礼到来 第一次的上课 老师希望所有同学在台上自我介绍 高桥留美子坐在教室内 默默的看着同学 一个一个上台介绍自己 不知为何 他心中仿佛开启了某个开关 很快的终于轮到了他 高桥留美子慢慢的走到台上 突然大声的说出 我画漫画 没想到台下好几个人说 我也画 我也画哦 结果自我介绍完毕时 他就收获了一群 同样对漫画有热情的同好 这也使得高桥留美子再一次重拾对漫画的热忱 他与这些同学经常在咖啡厅聚会聊漫画 同时也认识越来越多喜欢漫画 或是有在画漫画的朋友 虽然曾经短暂放弃过漫画 但高桥留美子发现 漫画依旧是如此的美好 在他心中 漫画才是他最喜欢的东西 于是再一次的 高桥留美子与自己的好友们 在没有漫画社团的大学里 又成立了漫画研究社 而社团成员也包括了之后 也成为漫画家的木白花子 不过这一次他认为不能像高中一样 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他想要改变自己学习漫画的方式 并且要加强自己的记忆 于是大一结束时 高桥留美子加入了小池一夫设立的 巨画村署 小池一夫是日本重量级的元老吉原作家 许多漫画家都因为与小池一夫合作而出名 其中也多次与高桥留美子的偶像 时尚聊一合作 创作了许多非常知名而且经典的作品 例如《帝王之子》 《伤追之人》 《哭泣杀神》等等 而这个巨画村署是1977年小池一夫为了培养漫画家 作家导演而设议的学堂 这个巨画是一种绘画风格 会更贴近于现实主义也更加严肃 在巨画村署的课程中 可以学习到成熟而强劲的角色刻画 除了高桥留美子之外 有许多的大师都是这个巨画村署的毕业生 例如《任牙》的作者《百云惠戒》 《勇者都要龙之父》《枯锦雄二》 《北斗神拳》的作画《袁哲夫》等等 而小植一夫在课堂上也说过一句话 好的漫画要让角色活起来 这也是高桥留美子以往不足的地方 因为过往太习惯去临摹 所以比较不擅长去创造角色以及故事 在巨画村署的学习时光 是高桥留美子的漫画生涯里 极为重要的一段过程 高桥留美子非常努力地学习 并且进步神速 因为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教学 长久以来的练习与累积的功力 在这里获得了爆发性的成长 无论是分镜以及人物表现上 都有飞跃般的体神 而进步神速的他 也再次开始尝试各种短片漫画的创作 有一天他画了一部短片叫做 《船上的大野狼》 他兴奋地拿给了小植一夫老师看 小植一夫看了之后对他说 你一定能成为专业的漫画家 严格来说 这是他打从出生以来 第一次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 高桥留美子太开心了 他开心到简直要疯掉 甚至无法冷静地跟朋友们大肆宣传 我要红了 我要出人头地了 不过冷静下来之后 才发现自己好像兴奋过头了 好像跟朋友讲了一堆不切实际的大话 但窦卿跟朋友们夸下海口 好像也只能做了 于是高桥留美子马上决定 再次投稿参赛 而因为之前投稿讲坛社的 《周刊少年》Magazine 带给他非常不好的经验 所以再见了讲坛社 反正你们30年后还会遇到见傻 而这一次 高桥留美子决定投稿小学馆的 《周刊少年Sunday》 高桥留美子把这段时间所学习到的技巧 经验完成了一部短片 叫做《任性的家伙们》 故事内容在说 主角是一个送报纸的青年 而这位青年有一天在送报纸的途中 却被外星人给抓走了 不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外星人如何威胁他 甚至就算整个地球要毁灭 男主角却还是非常冷静地说 可以让我把报纸送完吗 是一部非常有趣 且具有无厘头风格的搞笑漫画 因为这种天马行空的有趣剧情 加上高桥留美子 在画工以及分镜上已经成熟许多 这部作品获得了当时周刊少年Sunday的佳作 奖金10万日元 有趣的是 这个奖是有颁奖典礼的 并且得奖的作者 还必须要去神跑厅的小学馆大楼现场领奖 当时高桥留美子 坐电车到现场要500元日币 不过他身上却连500元都没有 虽然父母很常寄钱给他 没什么物欲的他自己也很节俭 但他对他的朋友却非常大方 经常把父母寄给他的钱 都拿去请朋友吃饭 没有办法 没钱的他只能跟朋友借 并且当时他竟然就只借了去城的500元 他并没有把回城的电车费也顺便借上 所以坐电车的时候 高桥留美子就一直祈祷 希望能当场领到现金 幸好真的是当场拿到10万日元 不然高桥留美子可能就要流落街头了 而这部获得加速的短片 任性的家伙们 于1978年在周刊少年Sunday第28期刊载 杂志出版的那一天 阳光涂照 天气非常好 高桥留美子起了个大早 跑到中野车站买了杂志 哇 登了 竟然还在封面上附上文字 太棒了 高桥留美子带着杂志雀跃地前往学校 他心里默默地想着 我一定要告诉朋友们这个好消息 没想到到了学校之后 他发现蔓延社的社员们 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拿了这本杂志 所有成员们都买了 当时高桥留美子不禁喜极而泣 而也因为这部短片 他接到了人生中第一封读者来函 甚至还得到了粉丝化的主角肖像画 他从未想到会有素媒平生的读者 寄信给自己 也没想过竟然会有人们 如此投入自己创造的人物中 从那一刻开始 高桥留美子再也无法停止 这条名为漫画家的道路了 而由于这部短片 在杂志上获得高度的好评 于是高桥留美子接到了小学馆 打来的一通电话 没错 高桥留美子获得了连载资格 这简直就是一个犹如美梦般的消息 在当时 他觉得自己就是最幸福的人 不过拉回现实 虽然获得连载机会的确令人开心 但到底要连载什么样的漫画呢 这也让高桥留美子伤头了脑筋 而因为他是以搞笑短片 初次获得成功 在与编辑不断商讨之后 决定继续使用喜剧的风格 并且一样延续外星人的主题 目标是连载一部武画的短片 不过他当时绝对不会想到 这部原本只决定连载武画的作品 最后却影响了整个动脑业界 并且也让高桥留美子就此踏上传说之路 这部作品就是 福星小子 福星小子于1978年 在周刊少年桑莱开始连载 故事在说 主角朱星当是一个不幸的高中生 遇到了来自外星的怪卡拉姆 于是展开了一连串搞笑又有趣的故事 原本福星小子是以一画为一个单元 让主角不断遇到各种怪卡的故事 但是在第一画拉姆回去自己的星球之后 高桥留美子在第二画马上遇到难题 他发现他无法延续故事 没办法 于是第三画再次让拉姆回到地球 这位原本是配角的拉姆 随着戏份的变多 就这样阴错阳差的成为了女主角 而拉姆的原型是来自于 红极一时的日本写真偶像 雅格尼斯·拉姆 高桥留美子觉得他胸部的线条非常美 所以用来参考 在当时他也不会知道他所创造的拉姆 最终会成为家喻酷小的角色 福星小子在五画连载完毕之后 大受读者好评 这段高桥留美子与编辑都非常压抑 经过开会讨论之后 编辑部决定再追加十回 不过在十五画完结之时 这部作品反而人气更高了 因为读者的强烈要求 于是编辑部正式让福星小子变为长篇连载 而这时高桥留美子因为想全力投入漫画工作 而产生了休学的想法 当然父母是十分激烈的反对 正当不知道自己要不要休学时 高桥留美子的大哥对他说 即使不念大学也不会得到更多赞美哦 高桥留美子才深有同感 是啊 如果漫画生涯碰壁的话 我一定会很后悔休学 所以这段时间高桥留美子一边念书 一边连载福星小子 也因为课业繁忙 当时福星小子的编辑 不只要帮忙监督漫画 还要帮高桥留美子处理学校的作业以及论文 理所当然 这段时间福星小子的连载也是断断续续的 那福星小子到底为什么会受欢迎呢 这部作品是单元形式的喜剧漫画 虽然有故事主軸 但每一篇完全可以独立来看 也因为这样 高桥留美子可以在每一部短片里 塞进各种天马行空的创意 而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最厉害的就是 幽默感 福星小子的笑点 其实很接济现在流行的幽默 也就是当时这部作品的幽默感 已经超前了几十年 如果用现代的词语来形容 就是很kang吧 但这个kang不是贬义 是一种赞美 例如第一集 有三个评审正在激烈的转播比赛 中间的评审非常震惊的转播 而其中一个外国评审竟然在说 This is a pen 另外一个评审完全不知道 在说什么七星怪状的食物 或是拉姆的母亲来到地球时 她说的话语竟然是一堆麻将 真的非常kang啊 并且由于上过巨画村熟 也崇拜池上聊意 高桥留美子偏小于写实的画风 这让福西小子变成一种极为诡异的风格 简单来说 就是人物都是一脸震惊严肃的表情 但却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对 就是一本震惊的说干话 这让整部漫画的角色 都像有精神病一样 并且高桥留美子 极少会把笑点做夸张的展示 几乎都是轻描淡写 在人物的对白或是过程中交代 有时候刻意强调搞笑 反而就会失去了笑点 这种不经意的 让人意想不到的 反而让人觉得有趣 而在70年代末期 如此特别的搞笑漫画 当然是大受欢迎 时间飞快 这时已经是1980年 福西小子顺利连载两年 并且高桥留美子也顺利大学毕业 因为不用再把时间分配于学业上 高桥留美子不再不定时休刊 开始稳定连载福西小子 并且在连载福西小子之余 她还继续创作了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原型 正是取自于 她在东京所租的那间小小的公寓 这部漫画的故事 非常平淡非常简单 但她却是高桥留美子 漫画生涯中评价架极高的一部作品 甚至被许多读者与专业作家 奉为经典的一部漫画 这部作品就是 《相聚一刻》 《相聚一刻》于1980年 与小学馆推出的青年漫画杂志 《Become Spirits》连载 故事在说 一栋老旧的公寓里 住着一位贫穷的重考生 不过这位重考生 却爱上了身为寡妇的公寓管理员 于是开始了一段 温馨的恋爱喜剧故事 《相聚一刻》最大的特色就是 平凡以及情感真实 很多漫画都会希望创造完美的男女主角 但在《相聚一刻》里 男女主角都有自己的缺点 男主角舞台是一个懦弱 纠结 甚至有点好色的男生 但是她心中真正所爱的 就只有女主角翔子一个人 而翔子是一个寡妇 她也一直犹豫是否要展开新恋情 明知道有一个男生喜欢自己 却也无法果断地面对这份心情 不过最后 她也依然勇敢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男主角舞台 高脚留妹子把日常的点滴 生活的细节 在《相聚一刻》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仿佛流水一样的瓶颈 却又能在瓶颈中激起涟漪般的感动 五代曾说过 我喜欢的女孩很会吃醋 心急 爱哭 易怒 但是她的微笑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相聚一刻》里 我们在众多的角色中 仿佛都能找到自己过往生活的岁月与痕迹 也能挖掘那些已经深埋于心中的情感 或许在每个男生身上 或多或少都能看到些许五代的影子 我们有时懦弱 有时幼稚 但我们的心中也都有一位小子 我们也曾经为了一段爱情 奋不顾身的勇敢过 时间来到1981年 同时连载福西小子与《相聚一刻》 让高桥留妹子的生活充实且忙碌 这一年对高桥留妹子来说 也是特别的一年 因为福西小子的人气居高不下 所以正式决定动画化 1981年的10月14日 富士电视台开始播放福西小子的动画 在喜鸟的片头曲 拉姆的情歌 以及充满无厘头的搞笑节奏之下 福西小子的动画直接炸掉了 收视率曾经一度达到可怕的 27.4% 而高桥留妹子完全想象不到 福西小子不但动画大获成功 还获得了26届小学馆的少年部门漫画奖 这个奖非常厉害 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漫画奖 虽然是由小学馆主办 但不只是颁给小学馆的漫画 是全日本漫画家的年度大奖 是的 高桥留妹子已经成为了 曾经自己口中那一个出人头地的人了 时间来到1982年 大学毕业才不到两年 高桥留妹子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这一年的高文大学人其他部门分类排行榜 高桥留妹子排在第四名 一共缴了2亿7210万日元的税 同时也是漫画家分类的第二名 不过这些才只是个起头而已 1983年 高桥留妹子除了连载两部长篇作品 她也会不定时创作一些有趣的短片故事 这次短片后来也被收录在 高桥留妹子的奇想世界里 而复兴小子与安达冲的Touch铃家女孩 渐渐被人们称为周刊少年Sunday的两大台柱 并且也在当时卖出了周刊少年Sunday历史最高纪录的228万本 这一年的周刊少年Sunday是辉煌的 当然高桥留妹子也是 一个年仅不到30岁的年轻女子 不但是杂志社的当家招牌 还成为了亿万富翁 甚至还是当时全日本赚最多钱的漫画家 当年的高文纳税人其他部门分类排行榜 高桥留妹子位居第五位 是漫画家分类的第一名 缴税一亿4760万美元 1984年高桥留妹子仿佛克制不住自己的创作灵感 与周刊少年Sunday开始不定期连载 人鱼系列 人鱼系列的故事后来被集结为彩色单行们发行 分别是人鱼之僧、人鱼之商与夜叉之同 而这年的高桥留妹子 在高文纳税人其他部门分类排行榜位于第八名 漫画家分类第四名 缴税一亿3693万美元 1985年高桥留妹子似乎把所有的经历全部投入在漫画上 不但同时连载复兴小字 相聚与客 人鱼系列 持续创作短片的习惯也没有停下 日本知名评论家唐泽君仪曾经寄了一封信给高桥留妹子 信上写说 你的作品会越卖越多 大概会越来越没办法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吧 就算如此 还是请您注意身体 而高桥留妹子却如此回信 我本来就是想要大卖才进入这个业界 所以请放心 我绝对不会垮掉 怎么想也觉得不可思议 真的不会垮掉吗 许多漫画家光只是连载一部作品 就没有什么睡觉时间了 怎么会有人可以同时连载这么多作品 是的 高桥留妹子在工作方面可以称为天才 纵观整个日本漫画街 能够同时连载数部漫画 而且都是人气漫画的 真的没有几个 所以高桥留妹子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 就叫做 仕事的鬼 也就是工作之鬼 曾经作为大学蔓延社的社员木白花子 曾透露过高桥留妹子 只要花27小时就能完成福星小子的原告 也就是若一天高桥留妹子工作9小时 她能在充分休息的情况下 只需要3天就能完成一般人需要花一周时间的工作 而高桥留妹子也公布了她工作的作息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天的早上到中午的吃饭时间 她会先完成角色线稿大约7到8章 中午12点吃午饭做家事 下午4点看书做家事 晚上7点吃晚餐做家事 到了晚上9点才开始画图 然后一直画到隔天早上9点小睡一下 中午12点吃午饭做家事 下午4点开始画图 晚上7点吃晚餐休息片刻 晚上8点继续画图 接着直接再画到隔天早上9点结束工作 也就是从开始工作到结束工作 实际只过了48小时 而花在画画的时间大约是30小时左右 两天的睡眠时间只有3小时 以及大量的做家事时间 睡3小时其实没什么 因为很多漫画家也是如此 但夸张的是 她只花两天的时间 就把一般人需要花一周的工作分量做完 所以她也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用来休息跟补眠 还有做家事 当然高桥留妹子也不是独自完成一切 她是有助手的 特别的是高桥留妹子执勤女助手 她认为男孩子比较没有耐心 并且认为女孩子在生活习惯上比较合得来也比较贴心 不过就算有助手的帮忙 这样的工作效率也难怪被称为工作之鬼 这一年高桥留妹子在高额纳税人其他部门分类排行第10 漫画家分类排行第4 缴税一亿3677万亿元 1986年福星小子动画先行完结 而这部作品也为日本的动画界带来许多大胆及创新的想法 福星小子的动画歌曲也有非常多首 光是片头跟片尾曲就有将近20首 已经大量超越传统动画的范围 在80年代之前 一部动画正常都只使用一首片头曲与一首片尾曲 这也使得福星小子的相关音乐CD以及磁带大量推出 数量多到在日本的动漫史上也是极为罕见 而就在福星小子完结之时 相聚一刻的动画也接着播出 许多人能在电视前面感受到如此温暖纯粹的爱情 虽然收视并不如福星小子 平均落在15%左右 但15%以现在来看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收视率 动画再一次的帮相聚一刻提高了知名度 这一年高桥留妹子在高额纳税人其他部门分类排行第5 漫画家分类排行第1 缴税一亿4754万日元 时间来到1987年 不知不觉高桥留妹子成为职业漫画家也过了9年 因为想做一些改变 高桥留妹子有着想要完结两部长篇作品的想法 相聚一刻因为是描绘现实故事 故事是有顺着剧情线在跑的 所以这部作品在他心中早就已经有明确的终点 不过福星小子不一样 它是一部可以永无止境画下去的作品 的确福星小子算是一个可以终身使用的安全派 但高桥留妹子却认为不可以这样做 他因为福星小子是他在漫画生涯中 前半段的漫画 是的 高桥留妹子这时正是儿立之年 就像每个人30岁一样 都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到了另一个阶段 刚满30岁的高桥留妹子 同样的也想要做一些改变 于是在拉姆与朱新荡奔跑的背影 以及五代与祥子一家幸福的笑容中 夹带着淡淡的感动 两部连载多年的作品接连完结 在漫画完结的最后一页 写上了满满工作人员的名字 这一直都是高桥留妹子的习惯 他认为一部作品的成功 绝不只是靠他一个人完成 同时福星小子也获得了当年的新云赏 新云赏是日本一年举办一次的奖项 参选范围为所有日本国内出版发行的作品 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分量的奖项 而由于福星小子与相聚一刻 是几乎同时期完结的 许多人还以为高桥留妹子要封笔不画了 但其实他只是准备好 再踏入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他并没有悠哉地享受他的生活 而是很快地与童年 在小学馆的半月刊 Iyang Sunday 开始不定期地连载 是个食欲旺盛的拳击手 因为拳击手比赛需要减重 所以他时常为了减重而苦恼 而在每次投吃食物减重失败后 他都会跑去找身为修女的女主角忏悔 是一段温馨有趣的故事 而在连载一棒的福音的同时 周刊《少年少年》的编辑 也来与高桥留妹子开会了 因为决定要继续再开一部长篇连载 编辑建议他 不要再像福星小子那样 以单元式的风格连载 希望是有剧情连贯的漫画 而高桥留妹子心中早已有了一个答案 因为跟《鸟山明》一样非常喜欢成龙 高桥留妹子早就想画一部 类似醉犬那样的故事 他想创作一部功夫喜剧漫画 不过虽然主题非常明确 他在创作主角时 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身为一部功夫漫画 主角当然是要男性 不过自己私心 却又非常喜欢画女性的线条 可是以女性作为功夫漫画的主角 似乎又比较难把剧情连续下去 那么到底是要用男生为主角 还是女生为主角呢 到底是要男生还是女生 究竟是要男还是女呢 真是吧 参在一起做成撒尿牛丸啊笨蛋 对啊 参在一起 让主角变成不男不女 呃 抱歉 是既是男性又是女性 是的 一部经典的功夫喜剧就此诞生 这部作品就是 乱马二分之一 乱马二分之一于1987年 在周刊少年桑碟上连赞 故事在说主角早已乱马 是一名休息武学的少年 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叫咒泉香的地方休息 咒泉香有超过100个泉水 每个泉水都有各自的诅咒与传说 而乱马在修炼的过程中 不慎落入了女逆拳 变成了遇到冷水会变成女孩 遇到热水又会变成男孩的体质 就此展开了一段轻松有趣的格斗故事 高桥流妹子在乱马这部作品里 加入了非常有趣的变身戏法 许多角色因为掉到不同的诅咒泉水里 开始会变成为熊猫猪等等各式各样的动物 让整个故事开始有了更不一样的可能性 而在初期连载之时 高桥流妹子也经常为女主角而烦恼 总觉得与发型有关 于是就把小千的头发剪掉了 这也是高桥流妹子的大胆尝试 新一色的长发女主角 原本就是自己的特色 或许对她来说 这也是30岁的一种改变 这一年高桥流妹子在高额纳税人 其他部门分类排行第五 漫画家排行第二 缴税一亿7015万元 1988年高桥流妹子依然还在榜上 连续上榜7年 该年位居纳税榜第18 漫画家排行第四 缴税7427万元 时间来到1989年 高桥流妹子以人鱼之森 再次拿到了幸运上 而乱马二分之一也开始动画化 乱马与小倩两个傲娇鬼的爱情故事 被搬上了电视 除了让这部作品知名度更广之外 乱马也收服了各年龄层的本丝 对于小朋友来说 这是一部搞笑的格斗漫画 而对于谈过恋爱的人来说 这是一段有趣的爱情故事 乱马也成为了一部极度成功的作品 这一辆高桥流妹子再次成为当年收入最高的漫画家 这一年高桥流妹子在高额纳税人其他部门分类排行第七 漫画家排行第一 缴税一亿2727万日元 是的到现在为止 可以看到高桥流妹子每年都在纳税榜上 那么高桥流妹子究竟在榜上几次又缴了多少税了呢 如果从高桥流妹子第一次上榜 1982年开始算 一直到2005年之后 因为政府要保护隐私 所以禁止公开数据 也就是1982年到2005年这24年间 高桥流妹子一共上榜18次 并且8次获得漫画家分类第一 只算公开数据 总纳税额估计27亿日元 请记住哦 这还只是截至2005年的数据而已 时间来到1991年乱马搬上了大一幕 中国情捆仑大决战 规则无视的激斗篇在电影院上映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动画的配乐是穿紧线次 它是日本非常知名的作曲家 也负责过许多的知名动画配乐 其中也包含了乱马 以及相聚一课的电视动画音乐 而这次的乱马电影版配乐 后来被频繁地使用在各种偶像剧 以及穷妖剧中 所以很多人在看这部动画电影时 仿佛会觉得在哪听过这些音乐 其中使用最出名的就是 环珠格格整部剧 极大量地使用乱马的配乐 而乱马这部作品 也是真正让高桥流妹子 开始享誉世界的一部作品 乱马的动画除了日本之外 在美国欧洲都有许多爱好者 最后被翻译超过15种语言 在日本国外 乱马也经常被认为是 高桥流妹子的代表作 1995年 乱马成为卷军超过100万的人气漫画 并且高桥流妹子的漫画 累积销售突破 也臆测 在当时称得上为日本女漫画家的第一人 甚至能达到这个纪录的漫画家 也是屈指可输 也因为这样 高桥流妹子是许多日本女漫画家 极为尊敬的对象 对他们来说 高桥流妹子不只是一个成功的漫画家 更是打破只有男漫画家 才画得出畅销漫画这种刻板框架之人 时间来到了1996年 转眼间 乱马这部作品已连载10年 10年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岁月 而高桥流妹子 再一次的将这段宝贵的年华 奉献给了漫画 而虽然乱马的人气居刚不下 不过周刊少年桑德在这十年的销量 可以说越来越差 随着北斗神拳 拥有白叔 七龙珠等等作品的成功 读者们开始越来越习惯 接受于这种热血战斗的漫画 虽然乱马后期也开始着重于格斗 但本质上乱马还是恋爱漫画 比起格斗 高桥流妹子更擅长处理细腻的感情 而在这一年 连载10年的乱马也迎来了终点 故事的最后 小倩穿着西娘的装扮 她开口问了乱马 你喜欢我吗 而乱马并没有正面的回应 这就是高桥流妹子的特色 从复兴小子到乱马 她从来不让角色讲一些肉麻的情话 相比山盟海誓 她更喜欢平凡且自然的情感 对她而言 内心的在乎才是真正的天长地久 这些日常的吃醋 傲娇的装傻 温柔的陪伴 都是高桥流妹子 最喜爱堆叠情感的方式 虽然嘴上从不说爱你 但我们彼此都知道 对方就是自己心里最在乎的那个人 于是 在小倩穎乱马的上课日常背影中 乱马二分之一迎来了结局 高桥流妹子又一次完结了一部大人气作品 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漫画家居然可以画出 三部大人气长天作品 但同时也有许多人猜测 王道漫画的时代来临 擅长恋爱喜剧风格的高桥流妹子 难以再走上巅峰 的确 接下来的日子 日本漫画将走入另一个时期 由Trump带领的死火海创造的白金时代 影响了整个漫画市场 这的确令人伤脑筋 一般人若要改变漫画风格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对于工作之鬼来说 那可就不一定了 年近40的高桥流妹子 决定要创造一篇 跟以往都不一样的长篇漫画 并且是一个世界观极度庞大的故事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的剧情才可以庞大又能有故事性呢 她左思右想 回想起了自己13年前创造的一部短篇漫画 也是收录在高桥流妹子短篇集里的第一个故事 这部作品叫《火焰旅程》 是一位女高中生穿越到战国时代的故事 是的 穿越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点子 不仅新奇 而且也能让剧情的发展更有趣 不过除了穿越 还必须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元素 那么就试试看妖怪吧 高桥流妹子心里这么想着 于是少女穿越妖怪 高桥流妹子再一次创作了一部经典人气漫画 这部作品就是《犬夜叉》 《犬夜叉》于1996年在周刊少年桑德连载 故事在说女主角阿黎是一名住在神社的普通小女 而在她15岁生日那天 却被妖怪拖入了神社的枯井中 突然穿越到了500年前的日本战国时代 并且遇到了被封印的绊妖犬夜叉 开始了一段精彩的冒险故事 犬夜叉算是高桥流妹子的作品中 最偏向少年漫画的一部 不过这部作品却似乎可以放在许多不同的位置 例如你可以把犬夜叉归类为王道漫画 其实并不突兀 它的确有友情胜利热血的元素 但严格来说犬夜叉又属于爱奇漫画 因为里面的确描写了极度深刻细腻的爱情 简单来说犬夜叉有着一般王道漫画里面没有的细腻情感 也有着爱奇漫画里面没有的热血桥段 不管放在哪里这部漫画都是特别的 而这也是高桥流妹子厉害的地方 而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她真正的转变 犬夜叉的搞笑桥段可以说非常非常之少 并且从一开始就直接切入寻找四魂之欲的大主轴 与之前的作品差异甚大 而为了画妖怪 高桥流妹子也对日本妖怪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不过因为发现日本妖怪许多都很善良 让她觉得相当失望 啊什么情况 妖怪怎么都不去吃个人啊 因为想要画比较严肃的主题 于是高桥流妹子故意把妖怪都画得很可怕 所以犬夜叉里的妖怪几乎都是原创的 至于主角犬夜叉的创作过程 高桥流妹子总是喜欢创造不完美的主角 她喜欢有点缺陷 带有自卑情节的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犬夜叉是个半人半腰的妖怪 那为什么是犬夜叉呢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高桥流妹子认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并且犬夜叉的品种是柴犬哦 而这段期间 高桥流妹子的工作效率又更贵了 连在犬夜叉时 每一页的原稿只需要将近一小时就能完成 而这部作品在初期也获得了成功 许多人都非常惊艳 原来高桥流妹子也可以画出如此刺激的冒险漫画 与妖怪的战斗 寻找似魂之欲的过程 新伙伴的加入 让读者们看得一流未精 而在第十二话时 一位角色的出场 可以说让所有女性都疯了 不止女性 就连男性都被这个角色的气质所吸引 这个角色也被称为高桥流妹子笔下最有人气的配角 他就是杀生丸 原本杀生丸其实只是高桥流妹子为了延续剧情创造的小配角 但是因为人气太高 一直有读者不断反映希望杀生丸再次登场 所以才开始完善杀生丸的设定 变成和全夜叉完全相反的一个角色 强大 高贵 华丽 冷酷 而杀生丸身上这个毛茸茸的东西 没错 是狗马 时间来到2000年 全夜叉正式动画化 而全夜叉的漫画也成为了全军超过一百万的畅销作品 高桥流妹子再一次的写下记录 也因为这样 从2001年开始 高桥流妹子连续四年产连日本收入最高的漫画家 2002年 全夜叉获得第47届小学馆少年部门漫画奖 这也是高桥流妹子第二次获得小学馆漫画奖 很快的 全夜叉连载了7年 时间来到2007年 这段期间 高桥流妹子用自己擅长的风格 开始创造了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现方式 以前的不说 是因为傲娇 是因为吃醋 那是一种淡淡的甜蜜 而全夜叉的第374话 风 神乐的不说 是一种理解 是一种释怀 虽然甜蜜 但却更加悲伤 更加奇美 不过虽然创作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篇章 但这时 全夜叉的漫画已经从原本的卷均100万 叠至将近50万了 这个原因我自己归类为是 高桥流妹子老师的创作风格 高桥流妹子习惯让剧情带出角色 再让角色自然去发展剧情 在访谈里他也提到过 他通常在创作时 都是抱着角色在想什么的心情去创作 也就是他很少去设定剧情 因为这样的缘故 高桥流妹子非常适合创造短片 或是以日常生活为主的故事 而全夜叉的故事格局太庞大 加上是高桥流妹子 第一次尝试这种少年战斗的漫画路线 这样的结果 让这部漫画后期变成了鬼打墙般的无限轮回 于是全夜叉的人气开始慢慢下滑 时间来到2008年 因为人气长时间的不断下滑 这时全夜叉的卷均数量已经不到30万了 而这段冒险的旅程也慢慢的来到了终点 高桥流妹子依然用他擅长的风格 简单的幸福 淡淡的温暖 漫画最后的两页 阿里与全夜叉一句话都没说 两人很有默契的一同静静的看着远方 长达12年的连载 全夜叉圆满结束 同时全夜叉也成为了高桥流妹子 连载最久的一部作品 高桥流妹子连载完了四部高人气长篇作品 四部作品说起来是如此的简单 但他却花上了30年的岁月 而50多岁的高桥流妹子 却也只短暂的休息一下 保复自己的生命中只有漫画一半 于2009年再次开启长篇连载 《境界之轮回》于2009年 在周刊少年Sunday连载 故事在说女主角真公英 有着能看见优理的能力 有一天她遇到了 有着死神能力的同学六道轮回 于是开始了一段 充满悬疑的冒险故事 这部作品是高桥流妹子的 第五部长篇作品 不过很可惜的 这部作品可以说是 她最不受欢迎的长篇作品 甚至可以说有许多人都不知道 原来她有连载这部作品 那为何这部作品不受欢迎呢 我自己看了是觉得 这部作品其实并没有不好 一样有着高桥老师淡淡的幽默 以及细腻又平凡的感情 不过她并不像《犬夜叉》一样 一开始就有大主舟 看了几十话 还不知道到底主角群的目的是什么 而搞笑的桥段虽然比重增加 但又不像乱码或是福星小子那样无厘头 所以定义时间非常难吸引到读者 并且这种灵异主题的漫画 现在非常多了 加上这部漫画 其实都是使用比较明快的手法解决事情 虽然是灵异题材 但并不悬疑沉重 相对来说 读者可能会觉得口味平淡了一些 而这部作品连载两年之后 乱码真人版电视剧播出 有趣的是电视剧的主角并不是乱码 而是以小杏为主角去进行的作品 时间飞快 这时已经是2017年 高桥留美子单行的累计销售 突破两亿册 而这时连载八年的《进阶之轮回》 也随之完结 在故事的最后 男主角六道与女主角真公平凡的约会者 而最后一页 依然是充满高桥留美子风格的结局 能跟你借些钱吗 真是哪里没办法呢 尽管与之前相比 这部作品人气相当不佳 但高桥留美子又完成了一部 简单又幸福的故事 2019年 法国举办了安古兰漫画节 这是欧洲历史上最悠久的漫画展览 也被称为国际数一数二的漫画展 而每年 安古兰漫画节也会颁发奖项 给为漫画奉献的优秀创作者 这年的安古兰漫画节大奖 颁给了高桥留美子 他成为了世界第二位获辞奖项的女性 也是继阿基拉作者 大奥克扬之后第二位获辞奖项的日本漫画家 这时的高桥留美子已来到花甲之年 61岁的高桥留美子 完全可以退休享受自己的生活 但对于他来说 漫画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他再次拿起了画柄 开启了新的故事 这是继福星小子 相聚一刻乱麻 选业差 进阶之轮回之后的第六部长篇 这部作品叫 猫 猫于2019年在周刊少年桑点连载 故事在说 女主角曾经在商店街发生严重意外 但是奇迹生还 而时间过了八年 女主角再次经过此地 却意外地进入了一个空间 并且被奇怪的妖怪所袭击 展开了一段奇妙的冒险故事 猫这部作品会比较类似于犬夜叉 整体而言会比较严肃 搞笑的桥段没有那么多 但很可惜到剧情的走向 依然没有非常明确 不过因为现在也依然在连载中 所以也不多作评断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哦 2020年 完结12年的犬夜叉 推出了续作动画 半腰的夜叉鸡 故事是以犬夜叉 以及杀生丸的后代儿女为发展的故事 并且由高桥刘妹子担任人物原案 不过这部动画 若你是犬夜叉的粉丝 观看的感想会有点类似 博恩传那种卖情话的感觉吧 并不是非常推荐 而这年 高桥刘妹子也获得了 日本政府颁发的紫兽态奖章 这是日本政府授予在学术或艺术上 有发明改良 创作功劳的人的一种奖章 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荣誉的奖项 2021年 在这网络社群极具发达的时代 高桥刘妹子终于开始使用推特 并在短短不到半天时间 就超过15万人追踪 而现在 她偶尔会在上面分享她自己的生活 不过分享的内容 大部分都只跟漫画有关 没错 她的生活就是漫画 至始至终 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编过 小时候 她总是把零用钱存下来 买自己最喜欢的漫画 如今过了50年 她已经是亿万富翁 但是名车 别墅 她却通通都没兴趣 曾经有编辑建议她买游艇 不过买了 到底要干嘛呢 毕竟自己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画漫画了 是的 高桥刘妹子可以说 一生都献给了漫画 她曾经说过 她把自己嫁给了漫画 尽管没有什么丰富的恋爱经验 但她却把一段又一段 真挚的情感带给了读者 或许这就是她心中最美好的爱情 正如她与漫画一样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漫画都会静静地陪伴着我 而我也会至始至终地画着漫画 高桥刘妹子曾说过 她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阅读漫画之时 她希望能够让更多人 体会这种单纯的快乐 谢谢您 这四十多年 带给了我们无数的美好回忆 这些平凡又真挚的感动 将会深深刻印在我们心中 希望高桥刘妹子老师 可以带着健康的身体 与快乐的心情 与最爱的漫画 手牵手 一直幸福地走下去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高桥刘妹子老师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连载的生涯 目前有六部长篇 以及数十部短篇漫画 而且它几乎都是 同时连载数部作品 重点是这些作品 几乎都是大人气作品 缔造的奖项跟记录 真的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那也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影片 除了让你们找到一些回忆之外 也能多了解一些高桥刘妹子老师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时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